平川数量镜天天两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打来一场欧洲精彩的比赛 由兽足对抗王林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低图选择的是TH潮汐猎人 出身在低图左上角是蓝色的兽足选手 ID叫starship 星形是一名瑞典的玩家 说实话 平川解说那么多比赛 这个ID确实很少很少见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低图的右下角 红色的王林选手happy 这可是鼎鼎大名的欧环 打遍天下无敌手 不仅仅是在欧洲 那在亚洲这边的话 他参加比赛 拿冠军的概率也是非常的高 所以说happy的实力 有目共睹 我们看一下知名选手 打不知名选手 看看谁能赢 印象中什么 逻辑上来讲 理论上分析 happy应该是一只手可以按着对方打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王林这边首发的是DK 死亡骑士 那又是一个科技蜘蛛流的打法 是吧 这边粉厂已经安排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的一个兽足选手 兽足这边的话 首发的是先知 又是兵营 加上战争模仿 应该还是最近比较流行 这个先知配猎头的一个打法 好看一下双方接下来的一个博弈 happy这边派了一个小侍生 过来侦察 而兽足倒是没有怎么侦察 一般来说的话 兽足除非是打暗夜 否则的话很少去侦察 暗夜因为A骚套路比较多 是吧 一边偷矿一边偷塔 我们看一下先知上来的话 是选择练一下这边的小海龟 42 好 happy的小侍生 分框侦察一下 侦察倒是做的非常的完善 看一下先知这个第一个装备 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非常不错 dk的话出来那也是练一下门口的一个小点上来 拿了一个加速手套 dk倒是扛了蛮多伤害 直接被打成了一场半血 先知继续练小海龟 哇 这两个42的小海龟全部被他收割 好 这边的猎头开始出来了 猎头数量斩了一定程度 那就可以 找机会和王林选手掰一掰手腕 哇dk这带四个骷髅就来练这个点吗 应该是打个宝吧 打个宝就撤吧 这个分框应该是最没牌面的分框吧 这个点居然四个骷髅带一个dk就能练 上来我们看一下 哇 打了个加五的公爪 非常的不错 那看看接下来双方 先知的话 打了两个智力斗篷 确实智力斗篷的话 攻击也加智力也加 对先知这种智力型英雄来说 确实非常的开心 接下来开始练帝金商店 这名兽足选手的练级路线 还是非常的讲究 我们看一下王林 王林的话打了一个加五的公爪 过来抓到了兽足练级 不过兽足练级细节非常不错 基本上所有伤害都是用狼来扛掉 dk过去看看 有一个小蜥蜴 小蜥蜴一刀招呼两个骷髅 难道又要再打一下这个四级的小裕来吗 再打一个装备 这happy的dk打的和健身一样 各种去打宝 好 现在兽足这边已经有四个猎头了 四个猎头 要不要去压一下 压一下对方 刚好对方开始升二本 过来的话 杀几个农民 打赚 dk这里的话 别人的分块 我不仅要把装备拿走 这个其他怪我也要练掉 兽足已经开始进攻了 上来杀了一个农民 那这一波不亏 猎头猎头 哎哟猎头的话还是没有逃掉 先知 继续在这里疯狂说出闪电链安排上 哎哟 happy这一波去外面练集很亏啊 死了两个农民 要死第三个农民了 那这个 这个科技的话已经快好了 也不能退 所以说亡灵这一波的话 经济影响还是有点大 好 dk反正说也不好救了 说家里的话就靠冰台和小狗再守一下 农民的话 现在还有两个 死了三个 那这一波经济影响有点大 刚好的话 二本升好 本来出二英雄 加上二本建筑 但突然经济受影响 现在dk在外面练集还好啊 dk的等级倒是没有耽误 练到了三 现在赶紧补农民赶紧补农民啊 恢复一下经济 先知过来练自己点 发现被练完了 好 这一波dk三级dk有点凶 二级c 追着一个猎头啊 穷追猛打 一个猎头倒下 不过先知这边的输出也不低 追着dk dk赶紧撤一波 那这个蜘蛛 看看要不要卡个位置啊 猎头这个 猎头这个冰球啊 确实非常的尴尬 是吧 血量实在是太脆 要有一个大技的话 已经可以毫不犹豫的在这里卡位 好 对付兽族加猎头这个打法的话 亡灵一般喜欢二发一个小黑 小黑喜欢 小黑打这种脆皮单位非常舒服 打完之后 对方马上站起一个属于自己的阔楼出来 好 兽族继续练一波 然后分块少机会也放一下 二发了一个小歪 哎 加了一段话双兽兰 哇 我们看一下 是双兽兰是暴狼旗还是暴飞龙 狼旗这个兵种的话 输出不是特别高 那只有说秒杀英雄会非常舒服 无限王 如果说是出飞龙的话 飞龙这个单位打了就是爆发力 一波爆发力没有打印就要撤 否则的话后面就是别人的经验 好上来 小歪一技能生的是 生的是妖术 上来看看要开始杀蜘蛛了 蜘蛛往后拉扯一下 好 再变一个 刚才一个没有杀掉 但是DK身上的蓝非常多 随时C 打了半天 这边一发C直接恢复 这个猎头 看看小黑要追到了吗 小黑最后一个黑暗之剑没有打到 所以说没有站起骷髅来 这边小歪前面卡个位置 小操作还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蜘蛛直接把DK的蓝所有蓝都耗完了 哎 自己这边追一个蜘蛛也很伤啊 自己至少死了两个猎头 好 这边双英雄和猎头分开来 是吧 兵分两路 猎头的话往外面跑 这边双英雄继续追杀蜘蛛 两边都是英雄比较的强 自己的部队啊 都是炮灰 好 这里杀了两个蜘蛛 但是这两个猎头 哎呦 这两个猎头跑不了了 好 一个 两个 那现在猎头扛不住 对方这个英雄实在是太针对 好 兽组决定双兽来 暴狼旗 暴狼旗这个打法就是啊 等对方英雄等级没有起来的时候 把对方给压住 压住之后啊 找机会各种秒英雄 那现在兽组直接在亡灵家里啊 各种徘徊 好 上来的话 又要开始杀蜘蛛 但是这边亡灵骷髅非常的多啊 已经有六个骷髅 加血车也已经来了 这一波要强杀吗 没有强杀成功 自己的狼旗被杀掉了 哎 这一波打下来的话 兽组好像有点亏 这happy非常非常的膨胀啊 直接在别人面前开分框 是吧 都一点都也不躲的 好 先知终于到三了 可以的 先知到三二级 二级的狼输出可以非常的理想了 那这happy啊 边练怪边练对手 就是那么有自信 兽组这边的话 分框开始运营啊 狼旗又来了两个 两个狼旗 第一时间 对还是把这个亡灵 这个独流车给解决掉啊 亡灵独流车在的话 亡灵恢复能力实在是有点强 好上来的话 哎 这个一丝血的狼旗 好 拉着小黑灌接 可以的 双方这个操作都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硬是吧 管你跑到天眼海角 我要追 现在又有三个狼旗 上来的话看看先杀谁 先杀蜘蛛 上面各种疯狂杀蜘蛛 这名兽组选手倒是非常非常理性啊 一般人可能喜欢瘦族的来啊 都喜欢秒英雄 秒DK 是吧 但DK这个英雄血厚 打半天啊 很可能把自己给秒残了 那这一波的话非常谨慎 直接过来秒对方的一个 蜘蛛是吧 只要DK没来 秒对方的兵啊 非常的舒服 这一波直接把HAPPY打回家了 HAPPY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HAPPY本想用自己的操作是秀别人一脸 我一边开分框一边来A你 结果呢 分框没有开成功 还把自己给A回去了 这一波兽足 已经有四个狼旗了 四个狼旗在手 你还在补狼旗 狼旗这个单位拆建筑好拆 但是在别人家 跟别人打架就有点难了 狼旗还是控制性 血量也不厚 输出也不是很高 好 HAPPY很无奈 被别人打得出不了家门 没办法 就是升奥本的时候 那一波导致自己的资源没跟上 科技之巨龙这个打法非常极限的 资源受到一点影响 后面的节奏就会断 加上后面 各种膨胀在对方面前开矿 导致自己这一波叫弯TP很伤 DK的话暂时没有钱买TP也不敢出去 刚链级对方直接抓了过来 而且这一波的话 HAPPY其实把家里的小狗也拉了出来 上来受阻非常理性 直接过来砍你的两个车子 先把你的加血车处理掉 然后再慢慢解决你的部队 好一个加血车干掉 那第二个车子再一往 狼旗一多 这个打法确实有点难受 上来无限往 杀完车子开始杀蜘蛛了 DK的话你C来C去 C总是有限的 继续杀蜘蛛 这个狼旗有点逛街 刚才拉开来的话 没有及时编到队伍里面去 又一个狼旗 把这个蜘蛛给A掉 那现在看看 兽组是三二的英雄 然后在亡灵家里不走了 亡灵的话真的是很憋屈啊 打了出不了家门 现在兽组局势大好 双矿在手 还压着HAPPY 走不了出不了门 这兽组有点生猛的呀 就像我们国内一样 最近有好多年轻的选手打得出来 对付老将的时候 也能打出不错的成绩 这一局的话 兽组确实也打得不错 HAPPY你曾几何时见过 HAPPY被打得出不了门呢 有点少 好现在兽组开始转飞龙了 飞龙这个单位确实爆发力很强 但是如果万一对方 万一对方站住了 那飞龙就会成为惊艳害 所以说这个什么时候能打 什么时候不能打 这个判断力要非常非常准才行 现在HAPPY实行挂机大法 在家里挂挂机 把资源全部憋出来 三本一好 巫妖带球 接下来狂暴小狗 往外面打一波 现在这个 这个兽组真的是也很嚣张 一直在对方家里附近各种侦察 耍着就守着 你敢出去我说打你家 是吧 你要正面的话我也跟你拼 好 HAPPY选择练一下地金实验室 这一波练完的话 先把两个英雄等级往上一提 现在的话是小黑和乌鸦 等级确实有点低 这一波兽组有点嚣张 直接冲 好冲过来 这一波发现对方回家 也非常果断 赶紧交一个TP 这一波要是不及时交的话 飞龙会全部送完 那HAPPY继续练 继练这个点 兽组的话回家 补一下状态 开始升三本 三本毒飞龙 那才是真的强 用飞龙的话 要及时多买几个加速 加速增加一个爆发 看一下这个六级石头人 打了一个强击光环 刚好蜘蛛可以提升一下输出 但现在亡灵的话 蜘蛛补不过来 资源跟不上 出两个蜘蛛被对方杀 出两个被对方杀很难受 现在还是用这个小狗补一下伤害 但是小狗打着打着 这一波很灵性 五条小狗去处理一下对方的分框 然后大部队和对方打拉扯 已经造了一个阴影 随时跟着手足了大部队 反正大部队和你耗着 然后呢 分框这边先把你这边分框搞一波 双方这一波的话 HAPPY还是有点嚣张 部队非常的少 正面刚 上来蜘蛛被A掉 毁灭的话被网住 毁灭也被解决 这边对方分框的话 两个地洞加一个塔 HAPPY的话车一波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现在乌妖升到二 乌妖要是升到三级就好打了 升到三级二级诺瓦 现在手足稍微往后拉扯一下 诶 磕多 磕多要被A掉了吗 磕多的话提供一个战果光环 不要死了 死了之后部队的输出就达点折扣了 现在HAPPY还是猛 还是用操作硬钢硬钢 三个英雄非常猛 就靠三个英雄来打 小狗先把小狗给解决 兽足的话飞龙随时飞到树上去 对方就打不到 DK一发C想杀小歪 小歪 小歪一个妖术差一点 哎呦 还是被对方的一个毒球一飘 还是把他给飘死了 磕多也阵亡 这一波的话 兽足还算是撤退 比较的及时 没有说练战 现在赶紧回家 回家 回家 对 防守一波 家里的话地洞 随时农民钻进去 王林三英雄确实有点猛 现在就等一下小歪复活 小歪复活 然后再三发一个老牛 这三英雄配合起来就好打了 先知一个人扛不住 虽然说飞龙爆发力确实很强 但是千万不要练战 上来直接一发NC 小阿姨有车 先知直接打成残血 赶紧往后撤一波 好 HAPPY又开始用操作 是吧 蜘蛛往一个飞龙 然后把飞龙给干掉 飞龙在后面追一个加血车 这一波飞龙的机动性比较好 赶紧撤一波 千万不要再往下来 再往下来的话 又要被干掉一个 现在交给两个二级狼去追 毁灭飘起来一吸 哎 还是没有把这个车子给干掉 这一波看看飞龙是一攻临防 等英雄复活 小歪这边二级小歪复活之后 还得出一个三英雄 HAPPY的阴影啊 继续跟着受阻的一个大部队 侦察确实做的很不错 好 HAPPY看看这个分框营链 要不要尝试开一个分框 对方双框打了已经很久了 看一下练完这波DK可以到五级 五级DK应该是很有戏吧 五级DK 然后四级小黑 亡灵的话英雄等级还是非常的高 亡灵这边是442 DK的话马上要升5 442 兽续这边是43 那三英雄马上要出来了 三英雄选择的是老牛 老牛的 踩地板加上小歪的一个妖术 是吧 双控制 然后飞龙骑射 理论上这个爆发能力会非常的强 但是兽足一切行为全部在亡灵的眼睛里 各种侦察 好 现在亡灵毁灭憋了一波 然后蜘蛛也憋了一波 继续过来练 现在就就就等老牛了 老牛一出来这一波团战就好打 老牛不出来的话 千万不要冲动 DK已经到五级了 五级DK 但是不得不说 HAPPY就是猛 我虽然兵不是很多 但是我就是不带回城 就是对自己的操作非常自信 反正对方也没什么狼起 能留下来自己的部队也不多 这一波裂完我们看一下 乌鸟已经升到三了 乌鸟升到三 二级诺瓦 二级诺瓦 打这个飞龙还是非常强 如果操作够好 可以一直放对方的风筝 诺瓦一下 撤一下 然后再诺瓦再撤一下 好 这个时候说方开始正面打了 老牛一级老牛出来 找机会看能不能踩到 上来的话 蜘蛛直接往了三个飞龙 老牛第一时间被沉没掉 没有机会去踩 毁灭 这边亡灵的话部队拉得非常的开 老牛一脚没踩下 直接被秒 一进老牛就是脆啊 现在后面飞龙继续打爆发 乌鸟 乌鸟一色血 一发C抬了起来 现在毁灭的话 一个毁灭也不是很多 一发诺瓦捡个速 接下来就是看乌鸟的一个发挥 但是乌鸟身在没有蓝了 EK的蓝倒是还是非常的多 现在开始把对方的车子给解决掉 兽足这边 虽然说后续这个英雄等级比不上 但是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的理性 什么时候打什么兵 非常有理性 并不是特别的冲动 这一波小细节拉开来 一个飞龙拉开来 这个小黑又要去追吗 追了半天没追上 那接下来的话 小黑有点难受 小黑小黑小黑 DK在旁边一发C抬了回来 无药的话随时兵甲安排上 哎呀 有一个飞龙被往下来 这happy这个蚕食的打法非常强啊 时不时往你一个飞龙 蜘蛛赶紧第一时间往后拉扯一下 受阻的话 不等打的事要赶紧撤队 这样很容易被对方给消耗完 一个闪电链 终于把这个蜘蛛给A掉了 老牛终于再一次复活 好 这一脚踩了出来 看看找机会能不能秒对方一个英雄 DK最后一发C用完 那接下来怎么办 受阻这个事可以出一两个狼起 往下对方的单位就比较的好打 现在小Y升到三级 431 亡灵这边是543 那还是亡灵这边的英雄等级 占一点优势 好 亡灵现在已经投了一片分框出来 三个农民在采矿 这边继续阴影跟着受阻 不得不说呢 这名受阻选手 确实打得非常的不错啊 以happy的知名度啊 居然能happy打成这样 非常不容易 好 这一波看看 诶 飞龙继续过来输出 用个受阻的选手都知道 这个飞龙这个单位 确实你要是用飞龙打一些厉害的选手 很容易成为经验海 打优势局飞龙好用 万一打到劣势级 飞龙真的就是经验 我们看一下 先知 哇 三个智力加三 三个智力加三 身上一个回程 群补的话小Y安排上 老牛群补也安排上 再可以买个无敌啊 老牛的话一定要保证自己一个输出空间 DK5级 性感DK 543 好 现在飞龙已经是两攻了 哎呦 上来直接一番NC 小Y又要被秒吗 小Y身上没有药膏 赶紧还是撤的快 撤的快撤的快 两个磕多 现在疯狂输出 老牛的话又被沉默 暂时踩不出来 现在小Y好 给自己拿一口 反应还是有点快 第一时间往后拉 一丝血残血逃跑 老牛一脚踩出来 先把对方的这个英雄 还有这个蜘蛛 小狗全部先输出一遍 看看哪一个单位好打 DKC到底C哪一个好呢 蜘蛛的话一丝血 哎呦 这一番C很贵 C出来没有C到 这边还有一个一丝血 利昂低血的蜘蛛 好 我们看一下老牛升到了二级 瘦组的话 先把对方的农民涂一遍 如果对方蜘蛛也开始攒的 以后都要 哇 瘦组非常非常的理性 知道这个阵型不太好 直接叫TP 直接叫TP 那HAPPY这边又得辛辛苦苦造农民 把分款给运营起来 我们看一下人口 瘦子已经破了80 HAPPY这边43 这双方差距40人口 HAPPY也是很牛P 对方多你40人口 你还能坚持到现在 现在链级被抓到 HAPPY没办法直接交一个TP HAPPY本来就没钱 这一波TP一交 雪上加霜啊 好 HAPPY最后的机会 能不能反抓对方一波 刚好对方在练大点 哇 瘦子这边完全不给机会 直接造了四个塔 你这一波有种就A赢我 A不了 A不赢我 我这边又一个分框起来 HAPPY直接打出了机器 我们恭喜这一名兽足选手 Starship 星形 确实打得非常的不错 很少很少 HAPPY打得那么便宜 中期的话 在家里打得出不了门 最后的话 还是被飞龙给A死了 好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一步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